本该是热闹的大都会区 了无人烟 北京市近期每日通胞的确诊病例 维持在50人上下 其中北京理工大学房山校区 有出现阳性案例后 有670名学生被强制带往集中隔离所 目前全市已经有超过100座地铁 遭到关闭 15个区列为高风险地区 另外32个区也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那肯定担心呀 因为现在就是出行这方面 其实挺不方便的 因为有疫情不结束 出行这方面特别不方便 因为地铁都关了嘛 因为我住的那边地铁也没有开 我上班的这地铁也没有开 前不久才对中国清零政策 发表看法的示威秘书长谭德塞 在17日又再说了一遍 因应病毒的方式已经与以往大不同 封城无法阻断病毒传播 清零策略更是不可持续的 而应该要使用疫苗来对抗疫情 但是中国外交部却反过来批评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不负责任 坚称中国有能力达成清零 中国完全有基础 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动态清零 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打赢疫情防控 这场硬仗为全球团结抗疫做出更大贡献 世界各国在渐渐理解新冠病毒特性之后 开始走向与病毒共存的生活模式 但中国却跳脱不了既有思维 反复风控之下严重影响民众生活 就连经济前景也令人担忧 华语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语新闻